吴尼朗 美文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您来看到即将迎接农历春节9天连续假期 那么因应春节返乡以及游客人潮 公路总局鼓励民众连假期间搭乘公共运输 来疏解国道交通拥塞的情形 那么19号上午是召开了记者会 祭出了5项公共运输包含了交通跟住宿的优惠 让往返花东的民众除了火车更多了客运的选择 也会加强防疫措施 应应春节9天连续假期 华联监理站表示 交通部为鼓励民众于连假期间搭乘公共运输 疏解国道交通拥塞 今年延续实施国道客运票假期转成优惠措施 自1月28日至2月6日 13家业者86条国道客运路线配合提供优惠 祭出5项包含住宿的优惠措施 因为今年的春节有9天的连续假期 全国的民众应该会有大量的游客 还是会来到我们的花莲地区 除了很快乐的游玩之外 也要遵守我们相关的防疫规定 希望大家能够快快乐的出门 平平安冷的回家 像现在花莲的部分呢 我们有这个国道客运 分别是统联台北首都在南港转运站 跟这个板桥转运站有三条国道路线 那今年公路总局也针对搭乘公共运输 有五项的一个优惠 所以我们这边叫虎虎生风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 就是搭乘国道客运有85折的一个优惠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搭乘台湾好行 是半价的优惠 第三个呢如果搭乘公路客运 或者是台铁高铁呢 你转乘地方的这个市区客运路线 或公路客运路线的话 享有一段票的优惠 第四项呢就是如果你拿着公路客运的票 去租这个机车或者是汽车的话 分别有六到九折的一个优惠 同时你提着这个评证呢 回程的时候可以有200元的优惠 最后一项呢就是如果你是住宿的话 或者是有台湾好行套票的话 你凭着这个住宿的评证呢 可以想四人同行一人免费 那同时在回程的时候 凭着这个住宿券的凭证呢 也可以享受200元的一个折扣 所以多重的优惠 公路总局这边鼓励大家搭乘大众运输 希望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鼓励滑动民众除了搭乘火车 也多加利用客运运输工具返乡 因应疫情 客运业者都将加强产站及后车地点 清洁消毒工作 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民众可利用iBus公路客运APP 查询公路客运 及部分县市市区公车路线相关乘车讯息 让春节假期都能快乐出门平安返家 接着讲邦彦华连事报导 入网巴 入网